本篇为直播教学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12月25日 圣诞节快乐 今天收到国税局的圣诞节礼物 一天喷了5万 南北国税局一日游 你不知道的 学费秘辛 吓死宝宝了 明天出国收金 前几天接到国税局的电话 说我的这个财务报表又报错了 没有错 又报错 哎哎 圣诞节快乐 那报错之后呢 没有错 这个国税局通知我 我距离国税局的距离是多少呢 刚刚好250公里 没有错 所以就开车过去 然后进到国税局 就有两个税务员 女生过来 很热心的跟我解释 然后我说嗯 总之就是要罚钱的意思 他们就算了一下 要罚多少钱呢 这个罚7000多 这次比较便宜 7000多块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的所得会增加 因为我是漏报 漏报就是那个 401有修正之前 有报错方向 修正之后 你这个营业额有增加 也就是说呢 隔年的这个银锁税 你必须加回来 我忘记加回来了 结果同一个东西 之前罚 好像三万多 打折之后好像 大概两万两万块的样子 然后 然后这一次罚7000 然后 所得增加了100多万 然后 我就又再开了250公里 回到南部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户籍 在南部的时候 必须在所在地申报 所以就回到南部 没错 我又回到南部了 然后去报了一下 然后呢 要补税43000块 所以今天 没有错一天 一天内开了500公里 然后喷了5万块 哎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 吓死我了 所以我决定明天 飞出去好不好 明天出外景好不好 直接飞到日本去 好不好 吓死我了 找日本妹妹收收金 飞到日本去度过圣诞节 就是这样子 你要像相信我 所以今天不能讲太多 总之 这个当会计 就是这样子 你要学会这个会计的技能 总是常常要被罚款 罚多了之后 他们就会告诉你 这个镜像 这个肖像 这个存货 这个要怎么报 那个要怎么报 这个费用要怎么报 就这样子 差不多都学会了 所以以后要骗我的话 难度很高 为什么 因为我也会 哈哈哈哈 所以会计 会计的技能 我差不多快学会了 虽然我本来这期管系 本来就有会计的基础 但是报税的时候 他们的系统总共有三套 一套叫401 每年1月要点的那个 那个叫做扣角平单的那一个系统 然后就是赢索税的系统 总共三套系统 而且重点来了 最机车的系统 就是赢索税系统 要打财务报表这一套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被罚呢 因为其实 他这个系统呢 国税局都知道 你开出去多少发票 他有一个数字 但是当你报税的时候 这个系统不会主动告诉你 你总共开出去多少钱 他可不可以 从历史资料带入呢 答案是 可以 但是他不会带入 要你手动输入 也就是说 你要把去年所有的营业额 全部加起来 之后你有修正的 你还要再把它扣回来 或者是加回来 你只要算错一个数字 就会被罚钱 就这么简单 就是被开罚 就是这样子 随便开罚 都是好几千到万 我算一算 我大概已经喷出去 应该有十几万了 十几万想一想 好像可以请十年的会计 哈哈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报税 有时候 自己来是有一些风险的 如果你不想承担 这个风险的话 可以找专业的会计师 好不好 没练过不要来 受伤了 所以喷个几十万 是很正常的 像我已经喷了几十万 就是这样子 所以明天去日本 就是这样 明天直接出外景 待会要收拾行李 免费版 今天就播到这里 不爽播了 就是这样子 不爽了 这样了解吗 国税局根本设陷阱 也不是说设陷阱 就是它的系统 其实每一套都可以连线 其实照我们的大脑想 它就是一个财务报表系统 其实是可以提示你 但是它不提示 它不提示的 它就是要你申报 你只要加错 你就完蛋了 它不会提示你说 你的营业额 加总错误 你确定要这样加总吗 它没有这个功能 反正你打错key进去 爱它资料 它的资料 过了几个月之后 它就会开始抓你 你资料不对哦 先罚钱 按对 然后你看起来 不是故意的 不然我们给你打折好了 就这样子 可以打折没有错 如果没打折的话 是会破万的 所以随便罚 都是万万万万 万万万啊 打折之后 像我是同样的问题 被罚第二次 比较便宜 七千多 但是所得税的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多缴了四万多 所以今天总共喷了五万 一天喷五万 还要开车 开五百公里 从南开到北 再从北开到南 就是这样子 要一天把它搞定嘛 对 就是一天把它搞定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在忙这个事情 就这一件事情 就这样子 完全就是一个亏钱的一个行程 那今天 今天免费版 就播到这里 明天出外景 明天直接出外景 今天就播到这 那所以说 其实 但是这个申报 这件事情呢 一般正常人 应该是不会做 大部分都是 请会计师 都在一千五百到两千 每个月 大概是这个金额 就可以请到人 帮你报了 但是当你花这笔钱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的财务报表 是怎么形成的 你也不会知道 你的会计师跟你说 这个不行 是真的不行 还是假的不行 还是他根本不想做 还是他不想做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还是他不会做 这样听懂 意思没有 所以你必须 自己先学会 之后你就知道 你会计师的等级 你一旦知道 你会计师的等级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队友 什么叫队友 比如说 我们的不动产 要怎么用 换引收入 就是所谓的折旧 把这个我们的获利 全部隐藏起来 或者是用什么车子 去抵税啊之类的 这样你了解意思 那不了解的 你就看会员频道 都放在会员频道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个实战派 我先去被罚钱之后 我就知道 怎么做了 他们会很热心的辅导你 会有两个人 小姐过来 你到国税局的时候 北部的国税局 服务都特别好 会带你去那个VIP室 我告诉你哦 这边你报错了哟 因为因为 所以那样 所以这样子 要罚钱 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没有帮助 就这样子 拜拜 本篇为直播教学 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